民進黨還有他的一些 周邊的側翼 還是不斷的 想要去壓韓國瑜的氣焰 然後用一些很莫名其妙 光怪入理的手法 王浩宇他最近就公布了一張照片 他事不公布你不會承認是不是 要不要順便公布一下 跟你吃飯這些 他們是誰 來自於哪裡 他就真的這樣一張照片 這是在伊朗 我們都知道 果菜市場樓上那個餐廳 伊朗我去過好多次 然後結果他說就這樣做了一桌 這張照片 韓國瑜在這 對 這張照片 應該是真的沒有錯 這張照片證明什麼 韓國瑜有在那邊吃飯 那又果菜市場 那又怎麼樣 你做一個總經理不需要應酬嗎 一定要的 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商人做生意都要應酬 然後他接下來公布了這幾張照片 其中有一張他特別放大 他就在講說這些人是誰 這些人是誰 我告訴你好不好 這一個人是北京中央市場的 北京中央市場 對 北京中央市場的董事長 韓國瑜請他吃飯很奇怪嗎 他北農總經理 他是北農總經理 請一個同業來台灣考試 考察同業吃飯 這個怪嗎 一點都不怪對不對 然後這個人是誰你知道 這個人來頭聽起來更大 這個人的爸爸 是習近平以前的老長官 這個人的爸爸 以前是習近平以前的老長官 那又怎樣 習近平也是從基層爬到大 他老長官報了幾百人 少千人 找了這幾張照片來 就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自己在那邊腦捕做想像 這樣子就可以當作證據嗎 我覺得王浩宇還是個年輕人 拜託你不要學那些老政治人物 政客的那種垃圾手法 翔翔貴 看著現在這時候 韓國瑜要把經濟拼起來 要把所有的貨都能夠賣得出去 可是綠營人士用了這樣的方式 做大文章 其實這樣子你們高雄人看了不生氣嗎 其實你們做這些事情 有東西可以做的 有東西可以做的 這做這些工具出來 你們會怎麼看怎麼憤怒 會怎麼看怎麼憤怒 你們會記得 韓國瑜說一句話 人怕會去賣 東西不會出 我們就發大財 韓國瑜現在不管火到什麼地方 那個人就黑黑黑這樣 那個人就走去了 火到什麼地方 隔到什麼就賺錢 隔到什麼就賺錢 隔到團團 賺錢 隔到市民 市民賺錢 隔到農民 農民賺錢 這是屬性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跟你說聽他 我們今天想 民進黨他就是怕 怕他把這個鋼山拾起 因為我常常說 民進黨他起身起來的時候 他沒有管理人民 他差不多在帝國 如果現在看起來 帝國沒靈 還沒辦法拚經濟 所以我常常說 你沒有辦法講解善言 你再收視自己 把台灣人民 帶到整個台灣的人民 這樣 才會玩 他只有像韓國的 跟碰到死 碰到下去 他民進都可以成功 他常常用這種角度 蘇貝平你自己想 北農的總經理 吃飯跟人家吃飯 喝酒吃飯 唱歌 在我們台灣特訓 有你現在吃飯時間 你看不要說 不是今天中途是大便 那是我們應修吃飯 你說算算算 你才不會說 你有去透露什麼國家紀錄 他也不是總統 總統不知道在關 龍華國鋒外交對不對 你倆一個總經理 跟朋友吃飯 喝酒酒 還有什麼 應修 還有什麼 好 說你跟出頭的兩項相比 那不是 你如果有製造 沒有你就去搖 搖說韓國的 跟對方說什麼話 有出賣台灣嗎 你不知道要搖這 對不對 所以都用優點來騙台灣人民 你知道嗎 他就我說過了 他想說要給王世間 對不對 王世間當然是你點韓國的 他也是說不韓國的 看他得到立委 人民看得清楚 像這種卡小 如果要做到這種 要來調整地路線 我告訴你你要把他吐氣條 我不知道一直說過 人一個人要做 這是上天使我們台灣人民 上天使高雄人民 人要做 人真的要做 我們就要把他支持 把他堅定 你民進黨知道你吐氣什麼意思 我就想不到 你聽到你吐氣什麼意思 你今天如果做得很好 就不韓國了 不是這樣 你民進黨選去就要比情 比情 昏華 差不多地沒有了 差不多都這樣 我告訴你 這途的 到現在也沒改 沒有 我民進黨的戰力 我參加過 我比較不知道 我拚過 我比較不知道 我最了解的 他就要唱這個工山 怕別人起來 他起來工山沒去對不對 黨員議員你想想 八千八百億可以這樣 剛才講的一文件過 八千八百億 不是這樣 你今天四千多億 你再加下去戰鬥機 你開這種事要做什麼 我聽你說 人民在選我 台灣人多少人 過去在中國 在創業 在選我 因為在台灣 不成功 他必須要去 漂到中國台中 去打人的 地圖人的 在選我 我們台灣人 也多少多少人 帶大陸新娘來 做母親 做媳婦 攤俠台 新娘快去取消 你今天去民政黨 你不可以 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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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尬 民進黨你自己比較進俗 但志斌 我突然之間想到一件事 志斌議員 那個以前的時候 在韓國瑜當韓總的時候 那個時候帶北農總經理 民進黨的新潮流 他們可是像狼群撕咬一般 這樣七個月 七個月之後有一張照片出來了 那張照片就是 你在這個時候跟著韓國瑜 那時候是韓總開了個記者會 聽說當時你母親也覺得很不捨 韓國瑜這樣子被人家撕咬 政壇之間的人情冷暖就這樣 你可以講一下當時的情況 是多慘 其實應該這麼講 時間還要再往前還要往前推 因為他沒有任何可以 舞台可以讓他來平反 所以那次我就下條子 希望就是說給他一個機會到議會 來把段儀康也好 新潮流對於北農的所有的經營 還有什麼弊端 還有什麼送水果河 然後還有什麼人事的安插等等 這些我們希望就是說 有一個機會讓他來說明 然後一方面也讓他 在議事電腦裡面有一個記錄 這樣子的話 他也可以就是一個正式的 一個聲明 另外這一次的記者會 其實在這個前一天的夜裡面 其實深夜打電話給我 為什麼他說他實在是非常非常的生氣 因為那個時候他已經參選黨主席 而且都已經到了要 所謂的民調的結果快要出來了 那個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段儀康還有新潮流系的 他們就針對什麼 我相信大家記憶還猶聲的話 針對他帶太太出國這件事情 污蔑他說用北農的經費 公款 對 所以他對這件事情 他是非常的生氣 因為他認為他這個 在北農的整個過程 甚至在他的從政生涯裡面 他對於他自己的操守 這個部分他是自我要求 是非常嚴格的 否則的話不會檢調單位到北農 去掃了這麼多次 都找不到任何 找不到任何的 可以把他抓起來 或是治罪的這樣子的 任何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對於這一點 他就非常非常的反彈 而且他也覺得就是說 新潮流系非常可惡 故意利用他在選黨主席 然後馬上就要有結果的 那個節骨眼 然後放出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所以他就深夜打電話給我 然後就說希望我第二天 能夠有幫他安排 因為那個時候他流汗一下 他已經辭掉了北農的位置 同時他也沒有任何的 舞台跟場合 我就趕快夜裡面聯絡 那天也在場 第二天在場的戴喜親 我希望至少我們有這樣子在 感覺上議會也有議員在捍衛他 做他的後盾這樣 可是我看這照片上面 他表情真的滿無奈的 他非常生氣 而且我記得 那個我們在現場 有聽到他在罵這個段儀康 就是非人 你說他是人 他又受性 你說他是瘦 他又長得人模人樣 就他說他是非人非瘦 同時他也講說段儀康 跟新潮流系的 就是抓著他猛打 死咬不放 就像什麼 要搶這個菜灘 他說像烏龜咬甘蔗 死咬不放 我們第一次聽到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我們當場在旁邊也在笑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這個整個樣的過程 也讓他就是把 他被冤枉的部分 有機會把他說得很清楚 這個是另外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當然就是說他進入到 黨主席的選舉 其實剛好那時候在過年的那段期間 我也有幫他 我也帶著他到我的選區 可是也很慘烈 他就一樣 被人家這樣子直接就 認為沒機會的 拋在一邊的 對 事實上就是說 當然 因為在那個時候選黨主席 平良心講 很多人 絕大部分人 都認為他第一個 他沒有希望 不可能會當選 再加上就是說 我幹嘛跟那個會當選的人 對不對 就是讓人家覺得說 我支持你韓國瑜 我是不是會當選的人 我到時候得罪了 所以很多 可能我相信就是 他想要求援的 然後大家沒有幫助他的 也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說 我不想得罪 會當選的黨主席 與其這樣我就採取一個官網 或是冷漠的這樣的態度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在他心裡面 當然他要多多少少 他會覺得就是說 太現實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就來連線高雄 連線誰呢 連線那個杏仁查哥 杏仁查哥 你好 李鎔哥 你好 杏仁查哥 最近這幾天 我們看到那個民調當中 高雄市長韓國瑜的民調 是節節的高升 跟科P的距離可是越差越大 但你在這個高雄市的街頭 好像有做一些 搂逼大這樣的 這個街頭的這樣的民調 調查出來結果是如何 李鎔哥 我會做這個看板 完全是被客人吵到 不行 這個看板是反對我們市長 選總統 大部分這些反對的聲音 就是因為擔心他身體不好 那這邊呢 這個就是支持的 紅色標籤都代表是我們在地人 藍色的是外地人 這樣看得清楚嗎 這兩個看板可以省下我很多的時間 因為他抓到我就一直要問 請我跟市長講 叫他出來選總統 但是我不是市長 我沒有辦法做賭 當然我也是支持 因為全台灣只有一個韓國瑜 那我也希望 不只我們高雄 全台灣都能很好 所以說又有一個來貼了 所以說這樣省下我很多的麻煩 那你那個統計的結果現在是如何啊 已經七成 都是超過七成 每天都是七成以上支持他出來選總統 你剛剛看一下 真的密密麻麻啊 太可怕了 所以說這個聲音我是最接地氣的 有的人求神拜訓 希望他能做總統還沒辦法 現在民眾要他出來選總統 他都沒辦法 但是我相信民意就是天意 我也希望我們這次日空日空日 可以有一個大的翻轉 因為這次韓市長他的聲音最好 這也是大家這些民眾所期待的 但憲然哥 你現在這個時候這樣子調查到 現在的結果 究竟有多少民眾這樣接受你的調查 你究竟統計了多少人 多少人數 超過上千個 你看看這個已經是第三個看板了 第三個看板了 這第三個看板了 兩天一個 對 所以都生意也好 那客人的反應也大 因為看到這個就不會再吵我了 叫我們市長出來選總統 把他讓出來 其實我沒有辦法代表 就做個小小的民調 再丟掉 增加先生 那一展變 會錯過 再 Platinum 就要退� домой 薔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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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ט 就要再沒把有一 generation